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听过原房的事情一定要抓紧 最好是趁早怀了孩子 讨论老爷的欢心 还是自当情地 夫君 你先别忙活了 先喝点鸡汤暖暖胃吧 冯一娘还是先回去吧 天色也不早 应该早去歇息才是 夫君是在担心我了 夫君不回去 妾身怎么能够睡得着呢 不了 今晚我会去昭君那边过夜 又是杨昭君 天知道我冯楚楚有多恨杨昭君 恨不得他立马去死 小姐 我们还进不进去啊 当然要进去了 你可别忘了 我是按照婆婆的风夫来的 要是婆婆知道我没有送汤给夫君 明日不找我麻烦才怪 冯楚楚这么大张旗鼓地将门打开 就是专门给她看的嘛 冯玉娘也在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娘子来了 天良应该披着衣裳才是 这个女人果然就是个狐媚子 就知道利用那点美色和心机 诱惑苏三公子 姑爷 小姐是专门来给姑爷送汤的 姑爷 这汤还香着 冬至给你盛一碗 真的是娘子特地喂我熬的 夫君 这是妾身为你熬的鸡汤 熬了好几个小时呢 你尝尝 很好喝的 姑爷 你尝尝 这可是红枣莲子汤 太热热了 连个热气也不猛 也不知道冷了没有 苦误仇 你这样就会刺激 什么事 那你只想着 你流洋的鸡汤 衣服 我是马上 你也下去吧 我与娘子还有一些事情要谈 是 娘子 今日母亲可又找你谈话呀 初心怎么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